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回到硬派90秒第9集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為什麼要買不同的濾杯 濾杯的功能不就是過濾咖啡渣嗎 後來這麼多濾杯風味會有很大的改變嗎 以上問題就讓學長來為各位解答 濾杯最基礎的功能當然還是過濾咖啡渣 但這已經是50年前的老觀念了 濾杯現今還是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功能 就是利用每個濾杯結構的差異 萃取出咖啡裡不同的味道 有些濾杯的流速比較快 手沖的時候粉和水接觸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果酸和香味就會比較顯著 但有些濾杯流速比較慢 手沖的時候粉和水接觸的時間就會比較長 甜感和口感就會顯得比較顯著了 還有一些會變速的濾杯 例如Kono濾杯就是一個前快後慢的變速濾杯 因此它送出來的風味就可以有比較顯著的層次變化 就不是一般的均素濾杯可以做得出來的 濾杯就像是煎牛排的時候用的鍋子 鐵鍋 布沾鍋 鑄鐵鍋 都有不同的厚度 導熱速度 不同的大小 那搭配不同的烹煮方式 有時候會讓你牛排特別的香 有些是甜味特別的足 有時候可能是外焦裡嫩 有些是香酥可口 你當然可以用同樣一個鍋子 搭配不同的烹煮技術 做出不同的滋味 但有時候真的很難 或是真的有時候會做不出來 那可能是因為每個鍋子都有它獨特的結構 就和濾杯一樣 多一點的工具 你的選擇自然就會比較多元 風味的變化也會更有精準度 而且有多元性 聽完以上這個比喻以後 大家應該都明白 你當然可以天天都吃同一種牛排 但是也可以考慮用不同的鍋子 搭配不同的牛排 做出截然不同的風味 那這就是金餅咖啡的好玩之處囉 以上就是學長對於濾杯的想法 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都會一一回答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也請你訂閱學長YouTube頻道 或者按讚分享 之後還有更多精彩的影片喔 那我們今天硬派90秒 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